住家的設計 還是要回到所居住的人的一個生活的習慣跟模式 我們透過溝通的過程去了解到這些細節 再對應到整個空間 屋主其實是一個成熟又成功的企業主 他們很了解自己的一個生活的一個方式 那也非常的有品味 因為本身是建築師嘛 我們會從建築出發去分析 怎麼跟附近的環境做一個連結 我們會去做一個基地的分析 透過自然的採光 空氣 創造對流 然後去進入到我們整個平面的佈局 從建築景觀還有包括室內設計 這三個特質融合在這個案子裡面 這裡是排派的大師Richard Meyer所設計的 在整個建築裡面它有非常大的開窗量 剛好我們所謂在樓層可以跟石正路的樹梢 這樣子的綠意 透過這樣的窗景延伸進來 因為其實在宮領域的時候 透過四領域的一個動線 將這兩個空間去做一個切割 所以這樣可以讓宮領域跟四領域 都有一個非常好的採光以及動線 尤其是主臥 它也可以跟宮領域一樣有相同的空間品質 我們希望進來入口的地方 還是能夠讓人回家的時候心靈可以有一個沉澱 所以我們在玄關的部分的色調 跟主要的客廳的色調還是會有一點點區別 而且我們在入口玄關的部分有做一塊比較特殊的食材 做一個透光的設定 就有一個像是一個天然的一個擺飾 成為我們一個迎賓的主角 在玄關的空間裡面我們設計了通風的設備 還有包括電子衣櫥 那可以讓屋主從外面的一個環境 回到家裡可以做一個轉換 這裡採光非常的好 現場的不管是顏色還有材質 都可以跟光線去做一個互動 客廳的部分其實是跟餐廳是做連結的 餐廳那一區的動線的色彩 其實我們有做一個比較深的顏色設定 提供類似一個畫布的一個框景的一個部分 這樣其實可以更穩定 工區的這樣的質感在光線的作用之下 顯示出更明顯的對比 通常我們客廳都會透過地毯去做一個空間的界定 台灣很多人會對地毯過敏 所以我們就透過木地板的平花的地平 然後去塑造出地毯對於空間的界定 也是帶來了相對應到地毯的溫潤更好清潔的便利性 其實我們選了一個灰色系 很特別的一個遮食類的食材 其實整個空間的水平的延伸感是強烈的 透過垂直線條的一些分割 然後去創造整個空間的一個豐富度 在透過食材背後的木皮 還有一個復古鏡面的一個反射呢 可以讓這其中的戲劇性會更強烈 屋主它本身其實有在家整理文件的需求 但經過幾次溝通 還是希望能夠維持空間的通透性 但是卻是也要保持著在做文書處理的隱私性 所以透過一個半高的書房 去界定這樣的一個空間出來 要滿足一個比較完整的書房空間的時候 它可能會有事物機的產生 還有包括它可能要收藏大量的文件 那我們透過大片的滑門呢 可以讓這些物品快速的被遮蔽起來 我們所有的空間 軸線呢還是以都市的景觀為一個主軸 空間所有擺放的位置 順利著窗景去做一個設定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餐桌的位置跟 八台的位置其實都可以跟窗景 做互動 那我們餐廳呢其實還是有分成 內廚跟外廚 那也滿足到做菜它的油煙的需求 我們在外廚的廚具上 我們有設計了紅酒的冰箱 那我們透過坎入式的設計 也結合了另外一個冰箱的一個功能 那也滿足了外廚區 對於薪食還有包括有客人來的時候 在這裡用餐的一個需求 透過這些人造石的一個紋理 半穿透的櫥櫃 去創造不同的光影啊 剪影的框景的變化 在廚具的一個門片上選擇了鎂鋁合金 去做陽際處理一個面板 包括我們的內廚呢 廚具的面板也都是更換了鎂鋁合金的這個材料 那其實它在光纖上的表現也是非常的精彩 在這樣子素牙的空間裡面 去創造這樣的戲劇張力 柯衛玉這一次設計的戲劇張力會比較高一點 那在材質上用了比較大膽的配色 我們把那個柯衛玉 會想像成是BECO的擺件 跳脫過去設計的思維 它就比較像是一個藝術品或飾品的擺飾 在這個空間裡面 主臥式的空間配置呢 夫妻兩個人睡眠時間或使用習慣 還是會有點差異 怎麼樣兩個是不會互相去影響的 這也是我們在配置上的一個重點 我們一進來主臥的時候呢 我們經過了更衣間 那更衣間將是一個擺飾的方式 去做一個處理 透過一個半穿透的衣櫃 然後延伸到整個戶外的窗景 在樹莊區塊 通常一般我們都會設計在比較內側的空間 那這一次可以跟戶外的自然光 有非常好的互動 村民區的調性 其實跟我們客廳的調性 是呼應到的 比較素雅 比較溫度的空間 但是我們在兩側 做一些局部的金屬 還有用一些比較特殊的食材 去做一個裝飾 也是希望能夠在這個 比較雅致的空間 帶著一點點豐富度 鮪魚的部分呢 我們採用雙面盆的設計 除了滿足機能以外 也滿足了美學的需求 就是說它其實還是帶著 比較多的裝飾性在裡面的 鮪魚的設計上 回歸到一些旅行的記憶 還有居宿飯店等等的習慣 所以我們會提供給屋主呢 一個高規格的空間的饗宴 那我們這一個空間 我們也有設計一個SPA房 可以提供屋主 他們一些按摩的需求 也可以彈性的使用 設計成一個客房 小孩房呢 我們把它視為一個 精品飯店的概念 它是一個完整的套房 區分了更衣區 還有衣浴區 衣浴區的設計呢 選擇了大阪磚 有非常時尚的紋路 牆面上用了一個 特殊的塗料 那創造出 對比的美學 衣浴的部分 透過黑色與白色 非常簡約的線條的設計 創造出都會感 其實我覺得家是 租進來要感到安穩 安穩跟安心這個事情 會回饋到很多面向 一個是機能上的滿足 第二個是對於工法上 對於材質上的設定 也是要讓人家放心的 然後我們才有辦法 再演繹出新的層面 這個空間必須要有 屋主的精神在 就要承載他們的生活 那當然也要承載他們 不管是實質的物件 還有包括記憶啊 精神的部分 所以說這個空間 就是他們的舞台